1月3日 成千上萬的巴西人在街道上列隊告別足球傳奇人物貝利 遊行隊伍抬著他的關就 穿過桑托斯的街道 前往普世紀念墓地 他將在那裡舉行私人儀式並被埋葬 關就在一輛白色消防車上行駛 上面覆蓋著巴西國旗 有人看到幾名騎摩托車的警察 護送遊行隊伍 阿爾梅達坎波斯 與桑托斯足球俱樂部的一群鼓手一起走在貝利隊伍旁邊 他說 他配得上今天在桑托斯發生的一切 我們為愛而來 貝利在1940年出生在克拉克斯的鄉村小鎮 但在1956年搬到桑托斯 並在那裡度過了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 貝利是一位多產的射手 曾在1958年、1962年和1970年 以球員身份史無前例的三次奪得世界杯冠軍 在與癌症長期抗爭後去世享年82歲